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杰里 今天大家看到了标题,应该都知道我到底要做什么了吧 对,今天就是都市传说验证 相信大家都有看过我上一部影片 一个人的抓迷场,都市传说验证 但是我的玩偶阿财,它并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现象 比较奇怪的是我的电视,它发生了比较奇怪的一种现象啦 希望不会有我事情发生 诶诶 我家的电视机忽然怪必受到许多人的关注 有的人说有这个功能,有的人说没有这个功能 不过以现在一般的电视机来说 我普遍的会有这个功能 就可能无讯号的时候,时间久了它就会自动关闭 因为它会确认为已经无人观看了它就会自动关闭 但是,我家的这一款电视机其实是在07,08年的时候买的 当时离现在,差不多已经算是接近10年前的一款旧电视了 虽然那个时候出的这一款电视机,它到底有没有这个功能呢 所以今天晚上我就要来测试,当天到底发生的事情是属于灵异现象的吗 但是我要怎么去测试呢 我会把我家的电视机开在雪花频道,看它到底会不会自动关闭 可是我感觉像我这样做的话,又有点像是另一个都市传说的 恐怖的雪花频道,这个都市传说在网上应该是比较难去找到啦 不过大概就是很久以前有听过人家说 凌晨12点的时候你开这电视机的雪花频道 然后你就会看见自己失去的样子 另外一种传说也是有说到 一直看这电视里面的雪花频道 会有奇怪的影子出现 其实是发生了蛮奇怪的事情 所以讲为什么我个人那么久都没有再去做都市传说的原因 就是这样 我家的电视机,它是没有马上啦,不过是几天后啦 然后我家电视机就有一点问题了 就是变成有一层白白色的 就是因为我们家要换电视机了 所以讲如果这次不验证的话 我相信到永远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怎样啦 好,各位观众朋友们 现在我马上来测试我家的电视机 到底有没有这一个功能 也顺便测试都市传说雪花频道 真的是一直看这些雪花频道会有一种 打破感 感觉里面好像会有什么东西这样子的 有人会从里面爬出来的 就像针子这样 然后我家的频道它就已经变掉了 然后我家的频道它就已经变掉了 就可能有一层白白的一层墨 这样子的 很有压迫感 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我感觉我现在真的都慢 我感觉我不要再继续下去了 我会自己下自己 然后恐怖了 看这些事件 我已经差不多接近四五十分钟了 今天事件就到此为止吧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欢迎在下方按赞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 那如果想要更了解我的话 就请到Base部分 是专业去按赞 然后我会不定时跟进我最新的状态 然后最后就在这里跟大家说 通常我们家都会有开这车房灯的时光 所以刚刚就已经是关了 虽然那个时候其实是真的是晚上的 真的没有做假 真的都是在晚上进行的 OK好 先我们开回 开回来就大概是变成这样子的 虽然那时候你们看到的 应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景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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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还没有订阅的兄弟姐妹 可以点击中间的图标 箭头指引的方向去订阅哦 订阅后你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哦 订阅是免费的 赶快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吧 别忘了 左边是我推荐给你的两部影片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一集再见吧